第一就是令到中國共產黨和中央了解到 香港人去到最關鍵的時候 會有大規模的示威出現 會跟中央或政府對抗 這影響著甚麼呢 這件事再加上一連串的政治事件 就是影響到2007年的釋法 就是中共終於給予一個時間表出來 給予大家補選 雖然這個最終補選是甚麼 不會是真的 所以最關鍵的重點就是 2003年會影響之後的選舉 2003年出現了這麽大規模的示威 亦都令到影響著甚麼呢 影響著董建華在2005年腳踏下台 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選舉 就是2003年的區議會選舉 其實就是所謂的保皇黨 建制派、清建制派是大敗的 大敗就大驚 就是令到北京政府 所以在2004年的時候 已經有討論 就是民主派 也是當時所謂的民主派 就是氣勢如虹 就是希望可以超過一半的議席 即使有一半 本身已經在光南組別 希望在2004年的選舉裡面 透過參與很多光南組別的選舉 再希望在直選裡面的大勝 然後超過一半的議席 雖然剛才說過 你沒有特別制定法律的權利 但是你有阻止香港政府立法的權利 變成可以制衡政府 甚至可以和政府癱瞞政府 然後希望可以迫使中央政府 在2007、2008年的時候 可以有直選 但很可惜 我不知道是不是很可惜這樣形容 當2003年就是因為董建華 或者是七一大有行 所對於香港民意的影響 並未完全能夠反映在2004年那一次的選舉裡面 所以如果大家有少許認識 如果大家不知道 香港的所謂支持民主派 以及支持保皇黨的比率 一直以來都是六四之比 只要有不同的選舉 可能有時民主派會多些 可能是達到六十三或四十 但是絕對不會超過百分之六十 但如果調回頭 如果有時候差些 亦不會低過百分之五十五 所以就是以為2004年那次 可以有一個很大規模的支持民主派 但很可惜那次的選舉 其實是令民主派相當失望 整個香港民主運動其實是一個很大的打擊 就是在那次的直選 不能夠將這個所謂的支持 或者03年所製造出來的反政府的情緒 是反映在這個選擇上 令到2004年也不能夠超過一半的立法會議席 所以就因爲這樣 就導致 變成不能夠超過一半 就沒辦法做一個癱瘓政府的行動 也因爲這樣 所謂鬆一口氣 亦都令到民主運動 去了解到香港的民主運動 去到那裏你都會明白 原來這個已經是所謂 去到反政府的最高峰 所得到你的支持度 這個差不多對我來說 我自己的看法那時候 已經是去到頂點 因爲那時候已經是反政府反映到最高 對總建華的反感這麼大 而能夠反映在立法會上 都是這麼多的 所以這個就是對於香港民主派 或者支持爭取民主的人 認識是一個很重要的一點 去到2004年這個選舉之後 最關鍵的一役就是 當然2005年就要開始 就是董建華下台 董建華下台 曾蔭權上台 他只可以做兩年 這個細節不說 重點就是去到2005年的10月 就是有這個所謂的政改方案的提出 這個政改方案就是在2007年、2008年 當全世界就是支持民主派 希望2007年有這個 能夠補選行政長官和直選立法會的所有移植 的情況之下 這個提出來的方案 只不過是 就是將這個行政長官的選舉擴大 就是這個所謂的 這個選舉委員會 就是由第二屆的800個 再去擴闊到應該是1600個 另外就是在這個立法會選舉 那個比例不變 都是形成為30席 這個直選 和這個 不是 這個家的 就是35席 直選 和35席 就是這個空能組別 其中一個5席的空能組別 就是由區議員 是互選產生的 但是區議員互選產生 最終就是有很多 這個政制方案 就是一個最大的政治辯論 在這麼回歸而來 但是這個政治辯論 最終去到一個地步就是 就是 希望要求通過 通過這個方案 當然 我們這些批評 大約這些不會接受 但是那時候也有很多人說 既然有多種5席的直選 而區議會也有一定的 民意的代表性 那為什麼不通過呢 但是最終政府 連最後那5席 那5席的區議員 互選 是要將這個所謂 委任的區議員 排除開外 沒有權投票 沒有權去參與 互選 那5席的區議員的代表 都不肯退讓的情況下 是被否決了 那時候情況很嚴重 可以說是很關鍵的 差不多 因為通過這個 最重要的一點就是 在立法會裏面 否決議案 通常要一半 一般來說 包括香港超過一半 所以什麼議案都可以通過 但是通過政改的方案 是需要三分之二的 立法會議員通過 所以 在民主派是超過三分之二的 所以是有權否決這個政改方案 那時候 雖然有權否決這個政改方案 但是也有很多轉台的聲音 如果當時政府甚至肯退讓 將這個委任區議員 排除開外 無權互選 那5席的立法會議席的話 已經是會有人紮程通過 那起碼是包括民協的奉劍基 那時候他已經廣話通過 但是政府最終都不肯讓 這個最終不肯讓 最終是否決了政改方案 變成2007、2008年 也不稱之為原地踏步 但是這個原地踏步的重點 是 有一件事很關鍵 這個2005年的否決 就是 去到2007年 12月尾 人大提出了 所謂最新的釋法 關於三部曲、五部曲 那個問題都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 關於2012年 兩個選舉 包括行政長官和立法會選舉的 產生辦法 他們仍然是維持 即是維持 立法會 即是功能組備和人直選 比例不變 不能夠 即兩邊一定是五十五十 但是呢 他們都答應了 所謂答應了 2017年 可以有這個所謂行政長官的 由直選擦身 但當然根據基本法 最遲到2012年 可以在2020年最早 2020年再加多八年 之後呢 那個立法會 可以由全面直選產生的 所以2005年那次的否決 雖然說原地踏步 但是最終呢 是令到這個所謂 中共 在2007年 有這個所謂的 這個時間表 的一個這樣的 提案出來的話 所以2005年 當初那個否決 是絕對不能夠 稱之為一個 一個失敗的 甚至可以說是一個勝利的 但是也都因為是這樣 所以這個所謂的勝利 就是看 視乎誰的看法 有些人覺得 起碼他肯給你的 如果他肯 honor這個promise 那當然是最好 但是他不肯給你的 你也會催他不將 所以說 但是即使是這樣 起碼他給了一個 所謂的時間表出來 但是這個想說 這個重點就是 2005年既然否決了 好了 回到最後一個 的關鍵點 就是 人民力量的成立 那個最重要的緣起 就是2010年的 政改方案 2010年提出的政改方案 那個關鍵就是 有人 那個人 即是民主黨 就是通過了 因為再說一次 就是 立法會是有權 因為需要三分二才可以通過 這個政改方案 所以民主派 所謂凡民主派 是有拿著超過三分之一 雖然他不貴二分之一 他無法否決政府的任何意外 但是他有超過三分之一 所以他有權否決 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 因為他需要三分之二的 絕對多數去通過 但是在2010年的 這次的政改方案 就是關於2012年的產生辦法 民主黨是通過了政府 提出的政改方案 而民主黨通過了這個政改方案的過程 最關鍵 我還有五分鐘 就是 有兩點 就是因為這個政改方案 在2005年提出的政改方案 否決了 然後出現2007年的人大釋法 2007年的人大釋法 之後 隔五年之後 又再提出 因為其實每五年 行政長官 要再講下一次選舉辦法 所以在2010年 又再有一個政改方案的議案 要再提出 2009年 當時的社民連結立法會議員 包括黃雲、陳偉業和梁國雄 在7月 應該是7月的時候 提出一個五區公投的做法 就是透過香港的選舉辦法 這個可能大家都會比較清楚 會有五個大選區產生 一般來說 五個大選區 就會用這個比例代表制去產生 但是 如果每個選區 有一個人辭職的話 那五個選區 就會有 要進行補選 而這個同一時間的補選 其實就是等於全香港的市民 是再投票一次 對立法會 在這個補選上告過 而且 其實因為是一個議席 所以如果在一個對決裏 只有一個人可以補償去做議員 在這個對決裏 就可以製造一個客觀的效果 雖然它不是一個實例 它是一個客觀 是一個公投的效果 就是 哪一個代表一個議題 那個議員 得到票數最多 或者是他的議席 進去最多的話 那就代表這個議題 是得到市民的支持 而就是發動了 當時的社民連 發動了這個五區公投 但當時就只有三個議員 就是社民連 就只有大舊 長寶 和毓民 最後 在一連串的討論 這是另一個很大的政治爭拗 之後 就是公民黨 包括有幾個大狀 那幾個議員 就是參與了這個五區公投的運動 令到足夠在每個區 都有一個議員 可以辭職 然後啟動這個所謂的補選 然後進行 作為我們變相公投的運動 這個變相公投 當然 在我們預計的政治情況之下 最終是被打壓的 因為當時有很多建制派議員 都很延遲地出來 你們辭職 不如我出來贏 是不是 欠這個位置 最後 中共當然看清楚整件事的關鍵問題 就是如果有人參選的話 應該是代表政府 或者建制派參選的話 代表這個公投 這個客觀的效果就會成立 最後當然是不讓任何人參選 這個也在我們估計之內 政府的打壓 包括浪費錢 包括不做任何宣傳 雖然他在法例上的規定 一定要舉行這場補選 但是他不做任何宣傳 都是一種打壓的手法 這個也在估計之內 但不在估計之內 就是民主黨 也是最大的法國民政黨 當時有九個議席 九個議席 九個議席 是杯葛了這場不區公投 而且 不單是杯葛了參與這場不區公投 而且他們是批評這場不區公投的 這個運動的說辭和理由 基本上和建制派 和政府是一模一樣的 但也算 也算 重點是 他杯葛了五區公投之後 然後你會見到 在最後五區公投 就因為在政府的杯葛之下 保皇黨的所謂參選 即是一向投資 保皇黨投票只有四成人 如果他們全面杯葛的話 你令到投票率就會相對低 那就不是有太大的成效 也因為這樣 所以五區公投可能就會有一個說法 就是說他不是有太多人的參與 但即使是這樣 都無所謂了 那五個議員成功 插入去議會裡面 仍然有足夠超過三分之一的議員 可以否決這個政務的方案 但是 民主黨就在這個時候 即是他不參與五區公投 算了 好了 如果大家記得 可能大家有些人不知道 就是劉偉卿當時 已經加入了民主黨的副主席 就說過 為什麼不參與五區公投 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他覺得參與了五區公投 就會將整個議題 但是堅持2012雙普選 就會沒有了 即是要求真普選 即是我們已經不再堅持 要求2012了 但是因為這個原因 他才不參與 但是因為這樣 但是在五區公投完了之後 他們就開始跟這個 所謂中共有密室談判 其實密室我都沒有所謂 他開始跟他們談判 談判之後都沒有問題 談判之後他們說 我們仍然要堅持 他們都退了2012了 就是要求時間表和路線圖 時間表和路線圖 這幾個很關鍵的要求 他才會支持這個政改方案 好了 那就沒有了 本來因為都沒有的 這個時間表和路線圖 都是沒有的 以為都是會被否決 誰知道在臨表決之前的大約不夠一個月 何俊仁在那天下午的電台 還在說他們會堅持 所以有那三個堅持 就是有時間表和路線圖 他們才會支持這個政改方案 突然間提出了 只要你提出了那個方案 是那個區議會 所產生的 所以由區議會 即是功能組別所產生的 立法會員 不只是區議員互選產生 而是透過被全香港市民投票 他們就會支持這個政改方案 所有的時間表和路線圖 全部都不見了 一夜之間 一夜之間都不見了 然後也因為這樣 好了 那真的是得來很大的反彈 得來很大的反彈之後 其中包括當時的社民連 要求他們 至少要諮詢他們的選民 甚至諮詢其他廣大的市民 他們也不肯 而其實他們是絕對有權這樣做的 為什麼 因為只要他們跟政府說 你不給我時間 你不押後表決 的話 我就會否決這個方案 其實政府在沒有說話 他們一定要押後 他們都不押後 然後就在沒有跟任何盟友 包括社民連的議員 公民黨的議員 甚至其他獨立議員商量的情況之下 通過了這個政改方案 這個也因為這樣 可以是這樣 這個最關鍵的事情 就是人力量的成立 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這樣 我們其中一班年輕的朋友 對於民主黨的立場的轉變 極大的轉變 表示極度的失望 所以就成立了選民成量 就是人民力量是由四個組織 和組成的 大家看那張文章都會知道 其中選民力量是我們年輕朋友 所組成的一個組織 主要的目的是 我們就是要求 因為民主黨出賣了盟友 以及通過了政改方案 我們要求他在2011年 接下來三個月之後的區議會選舉 以及在2012年 這個立法會選舉 都要他票賺票賞 希望他們落選 最好盡快落馬 甚至盡快消失這些事情 然後我們和幾個組織 再包括世文年出現了一個分別 其實都是很關鍵在於 究竟是否仍然是民主黨 唯一一個民主派政黨的立場 一個很大的分歧 然後出現分別之後 世文年的幾個主要成員 包括毓民和大救 和其他黨員分別出來 以及我們幾個組織 組成了人民力量這個組織 然後就會參與 雖然我們不是一個政黨 這個現在是一個聯盟 就會參與現在的區議會選舉 以及之後的立法會選舉 然後就是 其中一個主要的目的 就是要民主黨對債務 我們不可以再接受民主黨 在這樣的出賣民 甚至支持政府的正改方案 大家一定要很關鍵的一點 就是要記住 什麼叫民主派 民主派其實在香港只有一個議題 就是要支持民主 在香港支持民主 只有一個方案 其實當你投票支持民主派 其實你要他投一條方案 為什麼呢 因為保皇黨一定過半的 你沒有權否決他的 你只要他投一條方案 那條就是正確方案 他居然贊成了政府 怎麼能夠再稱之為民主派 所以我們就要在這裡 就要告訴選民聽 就是我們組織上來 就要告訴選民聽 我們不能夠再當民主黨 是一個民主派 而是要在選舉裡面 就不能夠他們自動 就會和保皇黨對決 就不會有第三個選擇 我們要提供第三個選擇 而且希望選民知道他們這個惡行之後 將票就不再當民主派 投給我們 或者其他仍然支持 或者反對正確方案 正真正正的民主派 政黨 這就是我們成立的目的 這就是人民量出現的緣起 但是即使是這樣 如果關於現在香港的政局 其實你會見到 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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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會有些看法 希望帶一些創新的思維進去 希望有一定的發展 好 先喝一口